今天是隔离的第一个晚上了 刚才跟爸爸妈妈通了话 然后心情变得好多了 因为我平时回国的话 马上就可以回就是可以见到爸爸妈妈了 但第一次要自己在这边带过 21天然后才可以见到爸爸妈妈 还挺不开心挺伤心的 但是明天还是要打起精神 好困我刚才提示本来想睡觉了 但是帮我们送饭的医护人员 然后就敲门 吃饭了吃饭了快吃饭了 好久没有人叫我快点吃饭了 还蛮幸福的刚才 隔离的第二天 早上现在是几点 8点30 电梯是外面的这个医务人员 7点半就开始教我了 没有起来到晚也8点半起来 然后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天早上的早餐 你看这是什么 这叫小辣闷 然后昨天我们姐姐们给我送来了这个沙拉 我在纠结吃沙拉 但我一定要把这个鸡蛋吃掉 就是这样子 我就是吃饭了 吃饭再告诉大家我今天要干什么 也有可能不告诉大家 今天是隔离的第一 第三天了 昨天晚上其实有点头疼 然后 可能医护人员还一直说 要不要给我来送药 有时没事有时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然后早上起来把把药帮我送上来 谢谢你们 我给大家 我刚有没有给大家介绍我的小朋友啊 我的 我的这个 随身携带的小鸡鸡 鸡鸡你好 好美哦 我妈妈还说 要来这块在这站着看我 看看她到底能不能过来看我一 就这样 打着招呼 有个村条 嗨 等我一条挂了 不能挂 挂了看不到你 你那个 要是发睡了吗 什么 我发了吗 我带了东西 还送我起来了 好 你先吃那个饺子了 行 哎 你们能看清我是吗 对对对 能看清 笑死了 我在录你们等会 谢谢 哎 你那小的桶 汤间有个小袋里边有两小片醋 好 然后还有勺 你 你们那太热不热的话 你就拿热水泡一下啊 好 好吧 嗯 嗯 嗯 我刚才看到爸爸妈妈 特别可爱 这次还 没见挺久的 加油 加油隔离 让我出去见爸爸妈妈 我真的太幸福了 我吃到妈妈的饺子了 妈妈给我做的饺子 尝一口 你很酱 fruits 你们膩 consult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